你好 歡迎收看10月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李慧 繼瑞黑箱衛生所開辦了 瑞稅健安日照中心之後 由民間長照事業開辦的瑞稅 倚林社區長照機構 在今天也順大開幕了 正式加入照顧地方老大人的行列 而衛生局長朱家祥特別到場慶賀 他也表示 南區長照資源比較少 有民間可以投入專業的長照服務 對地方老大人來說是一大福音 儀惠的長官貴賓進行剪彩 再拉下紅布條接牌 這一間由民間長照事業體設立的 瑞稅倚林社區長照機構接牌開幕 正式加入花蓮中南區社區長照服務之列 現場灌溉雲集 共同親和祝福 我們是有力按五個床位 是夜間喘息的 那像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的人力的部分 我們會逐漸在增加 我們宜林提供了非常完善的 照顧的計畫 以及多元化的照顧 最重要的是說 希望我們的計畫 或是執行的目標能夠實現化 長年在桃園、新竹等地區 推動長照服務多年的 乙林長照機構 不論專業或經驗 也備受上級輔導單位的肯定 尤其機構主要負責人 皆為花蓮子弟 以自身專業來回饋家鄉 地方也肯定支持 我們瑞瑞鄉的福氣 有提供照顧我們的市大人 日照 還有 社區 還有我們瑞瑞所有的 祭典 都在照顧我們的市大人 對瑞瑞鄉來說 也算是一個 成造的一個祭司救援旅 這邊也特別的 感謝所有的機構 所有的夥伴 我想未來 議長也會 願意提供我們機構 任何上有任何在地方上 遇到的問題 我想議長對於我們友善 高零各項的建設 也都非常的重視 也持續都在支持 未來也會一起努力 伊林社區長照機構 這一次將服務觸角 從大都會地區 延伸到自己的故鄉 縣衛生局也高規格審核通過 特別參加開幕活動的 縣衛生局長朱家翔 除了其免業者 對民間長照資源相繼投入 表示 對南區長者們來說 也是一大福音 目前來講 瑞瑞已經有兩間製造中心 第一間 就是我們的 瑞瑞鄉衛生所 所成立的日照中心 第二間就是 以林社區的日照中心 未來還會有一粒麥子 在我們瑞瑞鄉 也要成立一個日照中心 所以整體來講 在瑞瑞鄉裡面 就有三個日照中心 來服務我們鄉親 我想對於長者的照顧上 是會有很大的量能 讓我們長者能夠得到更好的照顧 以為長輩打造一個快樂地的 以林社區長照機構 不僅是為長輩的長照服務 量身打造各項硬體設施設備 更有專業的職能治療師 社工以及照服員做全方位完善的生活照顧 成為長者們的家人最堅強的後盾 記者是玉蘭瑞瑞采訪報道